我是柯文哲 今天我们来讨论安全的危机 自然安全分各种层面 从个人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 国家层面 柯文哲谈谈而谈诚实质的经验 这是他总统大选期间制作的 KP国师会议系列影片 第一集还有29万次点阅 但之后越来越低 最低甚至只有1.9万次 如今爆出就是由时间有限公司 承接制作 时间负责人叫贺林 商标名拼肉肉 原本卖的是多肉植物 去年7月改名后 10月起连续接到柯文哲进走 700万 200万 100万经费 制作KP国师会议系列影片 还传出从影片提案 制作到投放宣传广告 都有前悠悠卡董作代季权参与 背后牵线的Keyman出现了 Keyman来了 来这位人兄 我们好久不见了 跟清皇哥跟我也都认识了 代季权 就是柯文哲时期的悠悠卡董事的董事长 网红四叉猫还帮忙换算 14支影片平均每支71万元 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说话 家总点阅累计134万次 平均一次点月花7.46元 今晚柯振营强调只是跟该公司 购买影音服务 但前幕僚吴静怡直接点名 时间与柯文哲有特殊性关系 一支影片平均71万这样的支出 你对得起小草吗 对不对 小草搞不好是吃了71包的泡面 然后呢 终于可以捐给你1000多块 结果你就大大方方的 给你认识的人 你就给他1000万 合理吗 检视时间官方脸书 却没有任何公开贴文 甚至只有21个赞 28位追踪者 如果作为商业行销影音制作公司 民众也可评断这样合格吗 14支影片开1000万啦 十七姐 你有没有去给人家朝圣一下啦 刚才这样子的质感 一支影片收70万 这我们真的是 想都想不到 十七姐 的确就是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监裁院申报单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他这么的有钱 而且大方 钱都这样开 对 他花钱的 这个金额其实都比同样在竞选总统的人 要来得高 非常非常非常多 他那个影片 就一个人坐在那边谈政策 而且呢 也没有 他也没有去实景拍摄 后面也没有什么道具 后面就是一个背板 其实就是一个背板这样子的概念 一直要花71万 你知道在路上那一支拍的气势磅礡 对 然后长度非常的长 然后这个导演也是也请来一个专业的 你知道那支拍多少钱吗 400多万 嗯 不是啊 人家造成的效果以及风潮引起的话题是这样子的 结果你花700万去拍了这些没有人点阅 毫无效果的这些竞选影片 选举期间大家有自己有先去看过吗 我是因为这次的时间昨天才去点的啦 所以刚刚新闻讲说 刚刚新闻讲说 哎 只有多少多少点阅 其实都是最近累积的 之前可能没有 我可能有贡献一点 对 你应该有贡献一个点阅 他除了拍摄的这个费用 因为时间公司700万 200万 100万 一共拿走了1000万 然后呢 又这个抽丝剥茧看到说 他去买电台广告 嗯 那电台广告 其 其他两组候选人都有去买电台广告 然后所以其他组的候选人 买的电台广告是10万元的预算 因为电台跟电视比较起来 他会价格比较低 但是科匹的却花了70万在电台广告 好像不只组的7倍就对了啦 就是 你就会觉得 你怎么花钱都比人家的报价高这么多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装潢费 那人家一般的装潢费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却用比一般的价钱高出3倍的这个数字 是 也就是说 他的奇怪点在于 为什么你每一个都花这么多的钱 对 那这些公司 赚钱的这些公司 跟你之间的关联性 究竟是如何 否则你为什么要付这么多的钱给人家 可是却没有达到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效果 你的电台广告有做的比人家的 播出的更密集 更那个吗 为什么你的预算比人家高出这么多 你的拍片有比人家 更能够机票吗 没有 结果人家在路上拍成那样子 高规格的花不到你一半的钱 所以这就是起人疑斗的地方 所以柯文哲现在跑出来讲说 我其实就是每一笔小的捐款 我其实都是很慎重的在看待 所以你现在讲这些已经没用了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检视之后 发现说 你其实并不珍惜每一笔小的捐款 你其实花的超开心 而且你花的超大方 而且你花的对象 很可能都是跟你的关系 很密切的公司 这个东西才是小草应该在意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糟蹋我的钱 我们这个省吃检用捐给你是 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个希望 结果你是如此的践踏 这些小草们的钱以及用心 这个才是小草应该痛苦的地方 所以当蔡比如说他的初心 搞不好他初心真的没变 因为他初心本来就不是政治 他的初心可能本来就是 是在五回了吗 对 可能是大家的误会 他的初心本来就没有要在政治上 否则你大家记不记得 再补一句话就好 他当初要跟蓝在谈何的时候 他不是很高兴的在那边谈说 如果选上了之后 我就要分配几个部会 他要的是什么财政部金管会法务部 都跟这个这个法务是给黄国昌 其他都跟钱有关 这不是初心吗 是不是 所以应该是大家误会他的初心 石秀姐我刚才是想要请教你 他对我说其实阿伯这件事支线还有非常多 除了我们讨论的时间啊 尼奥啦 时乐等等 现在听说 那又有一件啊 来这个另外这个支线是什么呢 我刚是看到有朋友在在连线 在连线 就是吴怡轩民众党的发言人 他们他为了要证实说 这个钱有会 就是这个凭证有给尼奥跟这个时乐公司 可是呢却发现说不对哦 因为按照他公布出来的这个图像来看 是统一编号 输入统一编号去经济部商业司查询 查出来的其实不是尼奥也不是时乐 不是尼奥也不是时乐 这样查到也不知道是哪一间 叫做加盛媒体行销 不是啊 那你不是要说明你们民众党是要给 是要给尼奥跟时乐的 那统一编号怎么会是另外一家 那所以这一家新冒出来的 加盛媒体行销又是干嘛的 他拿了你多 他拿了这个总部多少钱 做了哪些事情 这些单据有没有报销 这又是另外一条直线 但是这条直线还需要进一步的查证 所以加盛的这个负责人到底是谁 然后他跟柯文哲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只是说你的内部也太混乱 你民众党内部怎么会这么混乱 你为了澄清一件事情 可是你却把统一编号跟公司是对不上的 这不是又让人家抓到一个这个点 说不对啊 那你这样子表示账户不合啊 是 那你给尼奥时乐的你澄清了没有 没有啊 那你给这一家加盛传媒公司 到底又是什么样子的业务 又给了多少钱 哇 问题一个接一个爆出来 真的是连环爆 怎么报纸的时候 这里丹顺的事情 那也报纸这么复杂 那这边再请这个律师 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看到黄珊珊 他们就真的直接去告了会计师端木证 那现在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那现在去告的话 那接下来 所以端木证落到法庭上 是可以把所有他们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帐幕通通都摊在阳光下楼 现在就不是一比一比 就是我们被动从民众党这边得知 如果他们真的上法院 大家可以检视的是更多了 对 因为端木证 如果在这一波里面的 因为到他会计师事务所 已经有说搜索了嘛 所以可能会不会把会计师一并带走 这可能跟检掉办案习惯有关 因为我们很常看到 兵分多路去搜索完之后 会把关系人先带回去问 然后到调查站问完之后 再送到北检复讯 后面才会有没有要其他下一步动作 那所以对于这个木可公司 是不是有人被带走 那我看今天包括这个民众党 后来柯文哲也发了一个声明 稍早发声明 他声明大概四大段 第一段他讲的是说 那个调查局来跟民众党拿走 查扣相关的资料 然后他不是说查扣 他说他们主动提交 简单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被搜索 是我主动提供的 他们很配合的提交了 他第一段是讲这个意思 第二个是说 一大段都在骂会计师 全部都是会计师的错 大概跟老调重谈 跟记者会一样 第三个讲说 他们因为在竞选经验上面不足 所以很多都委外 所以都是累的错 就是累的错 第四个是说 他们民众党接下来是把 中央委会是把 黄珊珊 李文忠跟端木正 移送中平会党继处分 这个事情是最诡异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政治现金的签名 政治现金法规定是你参选人 要看完之后再做最后签名 是他要付法律跟政治上的责任 所以最后有科B的签名 所以他在监察院的财产申报上面 最后都是他签名 就签名出事的出错的 为赵文书的签名的人不用负责 然后都是黄珊珊负责 李文忠负责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他们在内部的 这所谓党继处分 或者是财政纪律的价值错乱 很清楚在此错乱 那李文忠刚才 我看那个黄珊珊记者会去讲说 他也很难想像 我们当律师的 很难想像会计师会 无中生有去做假账 他前面那一段讲的 其实算诚恳 但是他里面有个很大漏洞 是刚才昆成议员 昆成委员点出来的 他点出来什么 你要报给监察院 监察院会审核 他要看的是你那个单据 单据是这样 上面他这个表格 你下面要贴单据 要贴那个 你今天这笔是什么支出 要说明 然后下面要贴单据 一定要有一个凭证 那个收据要很清楚 然后你要名识要相符 监察院他的查核是很粗 他不会细部真的照桶边上去查 但是他会看说 你这个明目上面 像这三笔的支出 这两家公司 某年某月某日办什么活动 下面是有收据 所以不会说像黄珊珊讲的说 监察院就是因为这会计 是随便捏造三笔 然后不用收据 监察院就收了 不会是这样 因为所有的单据都有 而且最后的财产申报 最后的签名 是柯文哲签名 所以柯文哲 他才是要负法律上面 跟政治上责任的人 但是政治责任 你可以看出民众党 其实对于签名要负责任的人 反而没追究 就是柯文哲 去追究了黄珊珊 李文中 那法律责任上面 现在一般来讲到法庭去 会讲说这个签名 我完全不知情 我自己签了 只有两种可嘛 一个是说我被未签了 别人他未签 另外一个是说 我不识字啊 那柯文哲不是字吗 不可能说我签了之后 我对这里面内容不用负责 所以这个单据上面 如果有作假 是谁行使伪造师文书 柯文哲已经签名了 他就要在这个文书上面做负责 所以检察官今天发动搜索 跟后面要进行约谈 柯文哲在这里面的法律责任 其实是他自己都签名 除非他说 我这个签名都是被人家未签的 可是他都没讲 到目前为止 这个签名都还是他 如果是他自制的情况 又签了这个政治现金法上面 所有申请单据上面的 这个申请书上面 都签名了 他就必须要负起 政治跟法律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 柯文哲在法律上面的责任 全部推给会计师 在政治责任上面 全部推给黄珊珊跟李文中 这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他不是说我这个小草的捐款 我全部都一分一分 没有浪费 从头到尾一千三百万 我们讲木可公司的授权金 讲多久 他记者会讲 到今天要提告了 也没有讲 完全不敢讲说 到底怎么把小草 捐款内都捐给他的钱 一千三百万 可以当作授权金 进到木可公司 而木可公司跟柯文哲的关系 又匪浅 又在同一栋大楼里面 今天搜索 还被当作同一个地方在搜索 社会还以为说是同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柯文哲从头到尾没讲清楚 这个部分没办法回避 柯文哲真的有办法 在这次的风暴里面 全身而退吗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追踪